是最難的當然前面的部分都還算簡單 因為後面的話可能會牽涉到有關那個 如果你今天給他的不是只有單一個東西的話 那你可能會需要有一個什麼連接器 剛剛那個Adapter 那個Adapter實際上就稍微比較麻煩一些些了 如果當然你會發現如果直接執行 像珍珠奶茶這些飲料 你會發現我們直接在Entries裡面就可以加了 當然你如果說你要自己在初始化的時候 再用程式去加資料到這裡面當然也OK 可是比較簡單的方法就直接Entries 那你會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第一個可以 可是第二個是空的 為什麼因為第二個我不確定嗎 如果第二個也確定的話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在Entries裡面指定給他一個什麼 一個這個就是你是String Array到底是哪一個 可是如果像這邊有兩個的狀態 那你可能就需要什麼 在那個就是程式 當上面那個改變 再去拉下一個 OK 那未來當然你如果有兩個 是這樣的 如果有三個 那你就是做那個多重的邏輯判斷 那當然 三個以上的話就 反正第一個是if 然後再Alsif 在Alsif 或者用那個Switch去做切換也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應該是在 這個怎麼去抓取到資料 如果是固定的那你就用Entries 那個Entries裡面呢 去直接去抓 At Array裡面的哪一個 所以我們直接是那個 DrinkName 有沒有就直接把這個DrinkName 的這一個 這個資料呢 直接就幫我把它帶過去了 帶到這裡 如果說不確定的話呢 將來呢 就是當 那個下拉清單 哪一個下拉清單呢 就是當我這個下拉清單上面這個 被 點擊 特別叫點擊的事件名稱 可能這個也要稍微記一下 就是 On Items 叫Items Slate 這個名稱的話有時候每個元件 都不盡相同 那關鍵點我想也在這裡啦 就像那個 這個Spin呢是這樣 另外 後面還有一個叫List ListView 那個ListView呢 我們這邊叫 SetOn Items Slate 是 項目被選取 可是那個ListView呢 它的這個事件名稱呢 又換一個 叫什麼 SetOnItem Click 或者 OnItem 就那個名稱的話呢 就又不一樣 所以你特別注意啊 只要有不同元件 它會有不同的觸發方式 那當我選了這上面三個的話 其實 主要 最大的差異應該是這個啦 這個這個東西 所以特別注意我這邊邏輯判斷是3 就選其中一個 把資料給塞到什麼 塞到下面這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選 檸檬汁的話 才會是需要 抓到的 這個這個 這個選項 Temp 2 所以把Temp 2抓到之後放進來 OK 那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 比較 比較可能會有注意 就是 Alay Adapter 其實後面 我們在 後面的單元 其實如果未來你們做 在雲端上面也有 所以回去的話 假設 那個什麼呢 圖片相關的話 其實圖片相關的 這個部分 像GridView 跟Gallery 比剛剛這個還要更複雜 第一個它除了有文字之外 裡面呢 還有圖 圖 而且不是這一張 所以可能會有 圖的Array 那你要抓哪一張圖 這個地方恐怕要 特別的小心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這邊 下拉清單給做出來 那待會也許 請各位就是說 後面也許可以 也許可以做一些變化題吧 比如說 將來你可以 不要是這些 你可以把它換 替換一下 其他的項目 另外呢 還可以 當按下下拉清單 下 下訂單的話 底下 請各位也把它改一下 也許把它改成前面 要用 Alan Dialog 跳出來 把那個項目呢 把它跳到Alan Dialog 不是 因為感覺好像 放在這個下面 一個Texbit感覺很單薄 而且感覺好像沒有那個效果出來 那這地方的話 我想 各位也可以在 下一 好像有一個練習吧 你可以 再把這邊 再做做看 那 底下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 這個圖的部分 我覺得也還蠻重要的 所以 後面 這邊我 多講了一個 就是有關那個 那個 Photop Player 部分 那這裡的話呢 會有多一個 就是我這邊有多放一個 Touch Image View 這個是一個 Java檔 因為 後面 其實這個地方 的主要功能是 比如說裡面有幾張圖 假設有六張圖 那我按下一張下一張 它會一直跳下一張 那如果跳到第 第六張 第七張的話 那就從頭再開始播了 反正一直下一張下一張 可是後來這個功能 其實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相簿功能 可是 問題是做完之後 同學會問說 老師 那這個功能還蠻好 只是好像還差了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 就是 我希望那個 圖可以放大 縮小 那放大縮小這個功能 實際上呢 如果你要自己寫的話 你可能 非常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必須要偵測 你的 第一個 抓到的 那個 因為兩點嘛 那兩點就有兩個 XY 那這個兩個 XY呢 他位移的距離 你要必須抓到 而且抓到那個 他的位移之後 還有角度 還有放大多 多縮小 等等的 那可是問題來 你如果要自己寫這些東西 我看你應該 很麻煩 那當然網路上 Java的東西 其實非常的多 像放大縮小這個功能 其實網路上也有 所以我在網路上找到一個 人家已經寫好的 就是呢 它是一個 點 Java檔 那未來當然 如果說你有 比如說你需要 外部的資源 其實你可以找到 點Java檔 也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點Java檔 下載之後 把將來 如果你有需要 在外部引用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點Java檔 怎麼樣 直接複製 貼到呢 這個底下就可以了 因為 Main Activity 實際上也是Java檔 你可以把這個 Java檔放進來之後 將來呢 再把它引用進來 本來你沒有放大縮小的功能 你很快的也會有放大縮小的功能 那我又把它放在 雲端這邊有一個 Touch Image View 的一個 新的啦 你把它取代掉之後 本來那個 Image View 不能放大縮小 你換了這個之後呢 它也具有那個放大縮小的功能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學習 這個程式 怎麼撰寫出來的話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OK這裡的話請各位把那個剛剛的部分 稍微在 完成然後呢 或許也把這邊呢 稍微 做一個變化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讓我先去洗澡 現在 選擇了 數次數次數次數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